最后达人彭启明播报气象也主持节目 在全球暖化议题上 参与摩洛哥气候变清会议 结合慈气志工在环境的关怀与付出 让世界看见台湾 让我们成为UFCC的唯一一个佛教的单位 能够发挥我们慈善组织 在国际援助上面的良能 然后让全世界跟我们一起来做 彭育荣花连人 台大生命科学系毕业 当过四年记者 看过不少台湾农业与环境的点滴 他结合网络新媒体和行销 为花东小农找到新出路 从事很多特色的农产加工品的制作 然后也让不同的旅客到田地里面 然后到农场去体验 所以其实很多小农也意识到有这个需求 所以开始从三级的农业体验开始来切入 整场演讲由慈悸大学协助同步录影 上传演讲内容倒退的美国总部与FB粉丝团 经由网络分享 让台湾正在做的事和想法 传递给全世界 大爱新闻 这是美职工陈荣卿 花联报导